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演技实力大揭秘 观众惊叹不已 赵丽颖和林更新的新剧与奉行,热播中 这部剧《战战可不小》 由赵丽颖亲自监制,原著和编剧军事大暴剧《苍蓝爵》的作者 服装设计则是《甄嬛船》班底 两位主演则是季楚桥船之后的二次搭档 弥补故事中没有结局的遗憾 魏波鲜火,万众期待 相关热搜已经有一千多个,怪热闹的 不过说到底,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女主赵丽颖 毕竟这是由古偶天花版美称,且暴剧颇多的一位八十五花 但,热度有了,口碑却有崩盘之势 被潮最狠的还是演员状态问题,豆瓣热评高赞是中年古偶 作为大女主剧的女主,赵丽颖首当其冲 赵丽颖近年来马不停蹄寻求转型突破 且效果出乎意料的好,成绩也很出彩 导致中年古偶一词一度落不到她身上 结果,她还是放不下古偶 那一回来自然被接着审判 雨凤行真的有那么夸张吗? 是不是观众太苛刻了? 那么,今天我们 不提中年古偶 我们可观 的从剧情,特效和演员表演 三个维度来审判下这部剧,评判赵丽颖 先来看看 剧情 雨凤行的剧情并不复杂,通俗易懂 赵丽颖扮演的是武力直爆表的灵界必参王沈黎 出场就是一段大斗法,威风凛凛,又美又撒 但这酣畅淋漓斗法的原因是却是为了逃婚 灵界唯一的女王爷被一纸包办婚姻送去和先界和亲 于是她一怒之下逃了个婚 途中被打回原形凤凰坠落到了人间 上一秒还是威风凛凛的王爷 下一秒成了商贩口中长得有点丑的肉鸡 还被关在笼子里在集市上变卖 淒淒惨惨 不过幸好被男主行云会眼识破 并带走让他幸免于难 行云生活落魄 但为人云淡风轻 带回自己家后两人插颗打混 互对互爱的故事也就展开了 顺便也联手解决下人间发生的蜀装骑士 在相处中两人见生情素 但其实行云的身份并不是一个普通病殃子 而是世上仅存的唯一一个上古神刑旨 身旦维护天下苍生安定的大任 刚好来人间修炼 失去法力 只保留了记忆 故事并不新鲜 是典型的内娱大女主仙偶剧 但她 胜在设定讨巧 在人间使女强男弱 并用轻喜剧的方式来展现 行指俊俏斯文 沈黎力能扛顶 不过 她也 没能逃开先偶和虚假大女主叙事的顾及 比如 虚假的女强 女主强 男主更强 女主要搞事业也要恋爱 要清醒也要有依靠 要强也要柔弱 沈黎的设定已经是灵界武力值最高的代表 她杀掉一只凶兽赢得中将是臣服 但自己也伤到战损卧床 而从她口中道出 男主战斗力只会比她更强 独身占万寿 对男主心动 也是因为隐藏的柔弱的一面被人看到 女性身份被特殊对待 让她感到安全 而她竭尽全力逃婚导致自己重伤这件事 源头其实也是由身份尊贵的男主 上古神行止乱止婚才闹出的乌龙 但上古神这种权威人物怎么能有错呢 说不得 反驳不得 即使归位后她也没有取消婚姻 只是延后了婚期 强大如沈黎依旧毫无选择权 以男性为尊的仙侠具 即使套上女强的马甲 本质却丝毫没有变化 还有关于神仙肩负天下苍生 在爱情和责任之间艰难选择的设定 真的亘古不变 不过毕竟是仙偶 也不能当成现实主义作品来评判 图格勒子打发时间的话 剧情倒是完全上得了台面 只是毕竟不算新鲜 观众仙偶审美疲劳也情有可原 就难免挑剔些 剧情外 也说说特效和滤镜 刚看剧的时候 观感其实不算差 在人间历练的那一段剧情 剧组全部 实景拍摄 清新弹压 质感很高级 拍远景或者镜物时 随便结张图都是古风大片范儿 可以直接当作电脑壁纸 但其他的就不尽如人意了 比如一道近景和人物 画面磨皮拉到湿针 把服装质感都给磨没了 画面的清晰度也锐减 美颜滤镜 导致满屏的婴儿肌 大片质感秒变影楼峰 极致白 无勾壑 零毛孔 像拍古风血针的精修图 哪怕脸部特写 都丝毫看不到皮肤肌理 固执女主 男主的画面也追求极致美颜 磨皮开大到开出了假面感 云淡风清气度全靠远景和柔光滤镜 到配角时 一切又变正常质感了 有沟壑 有肌肤纹理 脸部光线明暗交错 还能看到毛孔 就是说剧方的这一迷惑操作 是为了什么 过度沉迷于追求男女主 形象上的完美和绝美壁纸的产出 而忽略了最基本的真实感 没有必要 很减分 而特效 就忍者献忍智者献智了 有的地方有明显抠图痕迹 一眼就能找到违和感 效果不尽人意 但有些地方却自然生动 比如在盟雾的设计上 看得出下了很大的功夫 像沈黎的真身 一只长得像鸡的凤凰 活灵活现 怪可爱的 王爷府中见嗖嗖的鹦鹉 完全没有丝毫违和感 还有些鹰构图加分 大场面斗法时 舍得下血本的话 看起来也是蛮不错的 就是不太稳定 等到女主单独的特效镜头时 设计的又像86版西游记中 踩着风火轮的红孩儿一样 如果对画面和特效 没有太多要求的话 观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本身是特效控 或许就会严格一点 回到主题 说说赵丽颖 前面说到与凤行至今已有一千多个热搜 那这里大概有大半都是关于赵丽颖的 带着暴剧女王的光环 自然让观众集中在她身上的目光 要更多一些 大部分时候 她还是那个拼命三娘 演技在线 打戏动作还一度出圈 能看得出在基本动作的流畅度和力道上 是花费大量时间去练习磨合了 腾挪辗转身形手法确实撒爽漂亮 部分情绪系的眼神颇具感染力 但 其余部分 这次赵丽颖的表现却似乎让人有点失望 比如饱受诟病的动心戏 用脸红特效来表演动心状态就很迷惑 但更让人迷惑的是 这个眼神也一点不像动心时的眼神 毫无波澜 非常的出乎意料 毕竟这可是当年吴时务表演吃包子 太过自然而大出圈的赵丽颖啊 吴中生友都能表现得如此出彩 眼神透露出的欣喜特别有感染力 但现在却连最基本的少女羞怯感没有表现出来 然而这还不是重点 大部分时刻面无表情 才更让人意外 比如九未动情之人的心动 靠的不是交流细节而是慢镜头对视 然而如此漫长的对视 赵丽颖却又没有眼神和表情的变化 像在看一根稀奇的木头 还有在帮助王福和王福妻子时 本该表现出同为军人的感同身受 但共情状态不但没有 她还选择了面无表情的冷酷 角色设定是感同身受 角色台词和动作都是在安慰 但赵丽颖表现的却是习以为常的麻木 导致这段故事难以引起共情 后面主角的谭心也因共情步了 让感情的进度丢失了部分可信力 审理有责任心、理智、强大、果断、坚强、心狠手辣 每一样情绪都有多重表演方式 但绝不是面无表情 说实话 在《雨凤行》中 赵丽颖这样的表演实在很难夸出口 豆瓣热评除了吐槽中年古偶外 最高赞也是关于赵丽颖的演技 实在是太意外 赵丽颖显然一直以来是85花中的另类 以作品为主 演技在提名白玉兰最佳女主时 可现是得到大众肯定的 在春节当电影《第20条》中 也因一段颇具感染力的枯息大放异彩 但是 《雨凤行》中的演技却不是她还有的水平 或许可以说是太松弛了 可能是因为古偶作为舒适区 在转型之路奋战太久 所以在熟悉的古偶上没有特别用心去揣摩角色的性格和塑造好角色 也可能是因为搭档是林更新 合作过的同事太过熟悉 默契到让她放松警惕 赵丽颖作为中国当代影视界备受瞩目的明星之一 她的演技一直备受争议和赞誉 然而 最近一系列作品的成功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她演技实力的关注和讨论 在这些作品中 赵丽颖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表演天赋和记忆 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 首先 赵丽颖在塑造角色时展现出了出色的情感表达能力 她能够将角色的内心世界演绎的深刻细腻 将情感真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饱满 引发了观众的共鸣 她对情感变化的把握准确而精准 无论是喜怒哀乐 都能够自如地展现出来 使得角色形象更加生动感人 其次 赵丽颖在塑造角色时展现出了出色的演技技巧 她善于通过肢体语言 面部表情等细微的动作来诠释角色的内心感受和情绪变化 使得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和立体 她对角色的把握程度极高 能够将角色的特点和性格特征诠释得淋漓尽致 为角色赋予了鲜明的个性 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饱满和生动 此外 赵丽颖在表演中展现出了出色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 她对角色的塑造十分用心 不断钻研角色的背景和内心世界 力求将角色演绎得更加完美 她在剧组中的认真态度和敬业精神 也赢得了导演和同事的一致好评 展现了一名优秀演员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准 综上所述 赵丽颖的演技实力在近期作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和凸显 她的精湛表演赢得了观众的一致认可和喜爱 相信在未来的影视作品中 她会继续展现出更加出色的表演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演艺作品 王一博46岁王阳对比 岁月沧桑演技饭碗天差的别 近期被受关注的电视剧《追风者》被誉为2024年第一部王牌制作的谍战剧 故事背景设定在1930年的上海 讲述了《追风少年》魏若来在国民党2023银行工作的过程中 发现了内部的腐败和黑暗 最终成长为我党经济战线上的红色金融家的故事 这部剧以旗质感在线 年代感出众而备受好评 本片将重点关注两位主演王一博和王阳的表演 从他们的塑造以及表演风格上进行评价和讨论 作为剧中两位主演 王一博和王阳都表现出了自己的实力和优势 王一博是一位偶像出身的演员 凭借陈情领的爆火获得了大量流量 但他并没有选择继续深耕古装剧 而是接触了更考验演技的作品 如《无名》、《长空之王》以及《追风者》 在《追风者》中 王一博饰演的魏若来展现出了青色的演技 他的外貌与角色的设定非常匹配 从他的表演中很少能看到过分的表演痕迹 但却展示出了许多潜力和天赋 虽然他的角色被边缘化 但却展现出了丰富的才华和观察力 王一博成功地塑造了这个低调内敛但才华横溢的角色 相比之下 王阳是一位科班毕业的演员 具有扎实的演技功底 他在《谍战》剧中的表演质感备受欢迎 而《追风者》对于他来说是类似的题材和风格 王阳饰演的《2023银行》高级顾问沈图南 以其儒雅潇洒的外形和令人震惊的雷霆手段 吸引了观众的眼球 他展现出的从容、优雅、不屑一顾的气质 与大多数观众对于上位者的印象有所不同 王阳在整个剧中展示了清晰的台词 土字和完全把握节奏的姿态 展现出了科班演员的功底 这位追风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让人物的塑造更加鲜活、更有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 王一博和王阳这样的实力派和偶像派搭档 通常会出现演技落差明显的情况 但在本剧中 王一博的整体塑造甚至要比之前的作品更为自然和松弛 这也是他能够吸引观众眼球的原因之一 然而 作为一位年仅26岁的年轻演员 王一博的演技仍需进一步发展和提升 与王阳这样的实力派演员合作 将能为他带来更多的收获 最后 我们来探讨一下对于追风者中王一博和王阳的表演 读者们更偏爱哪位演员的塑造 在评论区中留下你对两位演员表演的评价 我们一起参与讨论 无论是喜欢王一博青色内敛的少年气质 还是欣赏王阳稳如泰山的演技 都将为剧集增添不同的风采和魅力 来看 追风者作为一部叠战剧 通过王一博和王阳的精彩表演 塑造出了真实生动的角色形象 使故事更加引人入胜 王一博在角色未弱来中展现出了他的天赋和潜力 而王阳则以其扎实的演技为剧中人物增色 这次两位实力派演员的合作有望 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演技水平 并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的精彩作品 在未来的发展中 希望王一博能够继续积累经验 提升表演技巧 展现出更多不同类型的演技 成为一位出色的实力派演员 王一博和46岁的王阳之间的对比 不仅仅是年龄和外貌的反差 更是演技和经验的较量 从外表上看 王一博年轻 活力十足 而王阳则给人一种沧桑 稳重的感觉 然而 在演技方面 这两位演员展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和魅力 王一博年轻而充满活力 他的表演风格多变 擅长诠释各种角色 他能够轻松地驾驭不同类型的角色 展现出丰富的情感和细腻的表演技巧 尽管他年轻 但他的表演才华却让人刮目相看 成为了当下年轻一代演员中的佼佼者 相比之下 46岁的王阳则展现出了深厚的演技功底和丰富的人生阅历 他的表演稳重 细腻 能够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王阳凭借多年的演艺经验 塑造了许多竞典角色 深受观众喜爱 在追风者中 观众将有机会看到这两位演员的精彩表演 王一博将带来年轻 活力和朝气蓬勃的表演 而王阳则将展现出成熟 稳重和深沉的演技 这种年轻演员和资深演员的对比 不仅让剧情更加丰富多彩 也让观众在欣赏剧集的过程中 能够感受到不同年龄段演员的魅力所在 通过追风者这部剧 观众可以看到不同年龄段演员的表演风格和演技水平的差异 也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演员们的成长历程和专业素养 这也提醒着我们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 年龄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 更重要的是积累经验 努力学习 不断提升自己的演技水平 希望观众能够在欣赏这部剧的过程中感受到不同演员 带来的精彩表演 并从中汲取到力量和启示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谢谢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再见 欢迎订阅